這應該好好錄影 我要再瞧一下 它這個高度不對 它是看地板 嗨大家有畫面嗎 這樣應該好一點 我畫面嗎 我怎麼看嗎 來了是不是 收音清楚嗎 我們用藍牙耳機 但是不知道的東西 很深喔 現在我要把它 收到我的 然後從我的體內 發聲 有講話嗎 看地板 威哥我聽到你的呼喚了 收音很差 看一下喔 開車要專心 不可以玩寶可夢 收音很差對不對 畫面也很糊 我糊是因為它一直在震動 這個 哇 我發現路上有一個標誌 沒辦法 沒辦法 這間有點尷尬 這間我能吃嗎 這邊應該是上高架喔 我知道 我看一下後面這個 這個大車 這個大車 喔有有有他們走了 有有有有有 這個重新美路這一下 我沒有很熟 這裡嗎 OK 好 那我們等等會先去吃東西 那 我在想我們要去西門町吃 還是要去吃別家 我們真的要去摳摳 吃咖哩 但是還在想說要去吃哪一家 因為怕那個西門町很多人 西門町 可是西門町有個好處 就是我們在西瓜上 可以看到後面的妹妹 好吧 西門町好 很重版 就怕沒位子耶 今天才好 這條路一直 重新北路一直走 一直走就是西門町 剛剛我們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一條 就是重新北路往 自營這一條是不能走 是機車的 我差點就上去那個 差點就上去到機車不能走 今天月亮很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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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前幾天我看到的時候 還是上全月 上全月還是下全月 那個 月亮在下面的 那叫什麼 下全月 那叫下全月 那月亮在上面叫上全月 沒忘光 中秋節要大 喔 中秋節要大 你知道今天是中秋節嗎 今天 對啊 今天 當然不是啊 快大而已啊 差點 你看它還沒有完全圓啊 再過幾天就中秋節了 所以最近很多那個什麼 蛋黃啊 不是蛋黃圈喔 是不是那個蛋月餅 都月餅的活動 像我們那邊 今天那個麵包嗎 對啊 不是 麵包序場 我們去麵包序場的時候 他們就有那個 月餅 然後我 不是有買那個麵包花園 就是昨天吃的那個先生 那個也是啊 他也是有月餅 好 所以整體來說 收音是OK 來來來 我來看一下聊天室 好 可是這個應該要設定個什麼 動態模糊 因為 因為其實 車子本身會車震 欸 那我停下來的時候收音OK吧 會不會爆音啊 叫吧 讓我看一下聊天室 好 模糊 好 還是聽得懂 是不是 看手機要熄火 我們又沒有那個 我們沒有玩波可夢啊 沒有都要 都要是不是 不行我這樣子 眼睛快瞎了 Auto Blank 他應該有什麼設定要調 我覺得 反正我們等等到 片點 他就 他就畫面就不會這麼多 好啊 那我們的目的地就是 新門町 我們去新門町的Coco 吃咖哩 這個地方騎過去大概 15分鐘吧 大概15分鐘會到 所以我覺得之前用AV卡坡好像比較輕鬆 我覺得是 應該是少設定的什麼動態公路之類的東西 這邊很正嘛 那之前AV卡坡的時候啊 他如果說會正的話 他會變成是波浪 還把它變成那種 波浪這樣子 然後我有換機車 我之前那台機車 後來真的 他已經完全壞了 所以已經保費了 那現在 這一台是後來 後來買的 那 那 所以我之前那個 就是 機車直播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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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備啊 那時候我沒有彩槍 所以我們剛剛 剛剛我們又去那家店 然後把 把裝備都弄好 所以我們一看又可以 來去 來去歪一邊 你看放正中間會踩 壓到那個 聲音線 那我之前的做法就是這樣 我把它壓在那個便條 所以他 他往下壓便條 聲就變大 那你們聽風聲會很大嗎 有 你的收音很模糊 但是聽得懂 那 他的風聲會不會很大 好 我測試他紅綠燈 趕快來調一下 你看 沒有辦法 正對前方 我 我 應該還是有辦法調的 等一下 說 哇 這樣子應該就有防震了吧 這樣有比較 沒那麼模糊嗎 這樣我怎麼覺得變得更模糊 他是防抖震模式 這個如果這樣很悲劇 我真的再改回來 你們看這樣比較好 就是原本那樣子 過湖 我想到還有一個地方可以急 就那個 台北車站那一間 那間應該 應該會有位子 過湖 不想鑽 不想鑽 沒有比較好的 我還是用原本的好了 我這個程式有一個缺點 就是 那個聊天室啊 他不會直接顯示在我的 我的那個軟體上面 就是他的缺點 然後我就可以看到你們講什麼 這樣我們必須要有另外一支手機 誒 這是重訊的 好 讓人 這啥東西 畫面很糊是不是 好 沒關係 我們等下到定點看看 好餓喔 超餓 超餓 我今天不是 中午大概一點就起來開那個 英雄連隊嗎 到現在都還沒吃耶 超餓 好餓 那我其實那時候公正會很大嗎 大家是用藍牙盒 HAA height Pokemo 這邊有Pokemo嗎 我們如果開了Pokemo就看不到聊天室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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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